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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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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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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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往的老爷太太们都往这边看了 我这边的奴隶最多 而且 都是上城的奴隶 看看他们的身体 看看我们匈奴人抓到的奴隶 这三个都是娱乐奴每个一奴半便宜了 汉奴 汉奴 有 看看 这两个汉奴身强力壮的 五个调子 三个调子 再加十只羊 三个调子加十只羊 还有吗 还有吗 归你了 没想到我大汉的公家 在此满地 竟沦为诸狗不如的奴隶 走吧 司马大人 五个调子 这三个汉人我要了 不要生个事 你出多少钱 我就比你多一个调子 司马大人 我要定了 司马大人 你这是何必 这位大人 有一个汉家女子 决定货子 要不要 带上来 汉家大官的女儿 八个调子 或者 五十只羊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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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大人 不要胡来 我要 小心没有 我要 你四种官银 可是要落罪的 刚才那五个调子 是我自己的军下 听着 我最多还有三个调子 再给你家头落头 我出八调子 归你了 行了行了你别说 等等 我再给你家把宝兜 木头 诺 行了 别 天山匈奴忽掩王的配刀 值不值八个调子 这 大人 不敢 不敢 这汉女 怪你了 打开 木头 诺 骆头留着 把三个调子给她 遵命 好 大人 把钱分给他们 遵命 老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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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不用谢 同为大汉子民 怎肯沦为匈奴的奴隶 你们放心 蜥蜴一定会恢复商路的繁荣 此等事情再也不会发生 好了 赶快逃命就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帮助 福西 和我走吧 司马大人今日的举动 着实有失官体 为我大汉子民施以援手 怎么就施了官体 就了也就算了 你怎么还带回一个来 司马大人 你难道就不懂 红颜祸水的道理啊 红颜就一定是祸水吗 没准还是知己呢 成何梯头 咱们也想不到 你出身如实施加 所以投笔从容了 那女子确实美得缠人 咱们是祸的 闭嘴 赶紧走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三十多人 带头的跟匈奴人打不仗 还有战利品 这帮人可不是好惹他 国王陛下 陛下 汉朝时辰 不能不见 可 可我还是国王嘛 我给你冲些衣服 我给你冲些衣服 大哥 请问大哥 恩人如何称呼 黄金五百斤 玉碧二十对 丝绸五十段 卷五十匹 茶叶二十段 瓷器一百件 另外 本朝王后还送与 善善蚂蚁奴儿王后 珍珠一斗 金氏五十件 珊瑚树一对 王后 带与汉朝同谋时 奴婢可否回汉 公请善善王陛下 王后陛下笑纳 国商使免礼 本王恭谢汉朝大皇帝 王后 汉使团千里跋涉 辛苦了 下官在出宫之时 太副大人言 以同陛下议定汉朝 和善善国 永结同盟之条款 太副大人现已将条款拟好 还请善善王陛下一月 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个人 三十六人 堂堂大汉帝国 来我善善国缔结盟约 来了区区三十六个人 这样不是大国风范哪 善善王陛下 是在计讽我大汉无人吗 国商使实在是多虑了 本王的意思是 我善善一带战乱蝶生 尤其是北方匈奴幽流缠鱼 如恶郎般聚于环司 如此显地 三十六人汉使团 还能仰马高歌于此 是位大汉朝这英雄 中原到我西域路行艰难 国商使你们一路上也辛苦了 我已经派人在议战备好了 献给汉皇的美酒 你们早一点歇息 国书本王一定会仔细观看 陛下你如此这般 我可如何交代啊 先回议战休息 好吧 这 郭大人 咱们还是听从陛下的安排 暂行歇息吧 国王陛下 王后殿下 我们先行告退了 司马大人 这可不行啊 这 司马大人 山上王态度激变 肯定受了匈奴威胁 咱们多说没什么意义 我敢断言 现在匈奴使团早就到了 而且人数装备都比咱们多 他不敢得罪幽流山鱼 就敢得罪咱们大汉天子 匈奴虽然窝居墨北 可他们是邻居 你看那个山上王 优柔寡断 举棋不定 肯定先进了那些大的结盟嘛 山上小王 竟敢与我大汉默默唧唧出尔反尔 我就想不明白了 直接宣战不就得了 搬那梅子家呀 还有了 走 都给我搬好了 为何要搬出都城 身去都城太被动 弄不好山上王受匈奴的指使 会对我们下手 他敢 我借他十个豹子胆 郭大人 出了都城 咱们的生死就跟山上王没有关系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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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汉士团进城了 胡说 牧兔来信说 他们在砍阵已经把汉士团杀光了 牧兔将军可能杀错人了 汉士团已经见了山上王 而且 汉士团中有一人藏有天山胡眼王的配道 窦固的人 王爷 杀了他们 徒例 找到他们 嗯 走 哎 那个 不 小心啊 赶紧给客人上水去 快 好 放到这儿 到那儿吧 客官 我这就给您打水去 这边 好 周秦牧主的小人 跟朝廷说的花团锦醋 转眼就狼心狗肺 一定是匈奴蝉鱼给了他们更大的力 会不会是我们送礼送少了 大人您的商房安排好了 哦 兄弟 嗯 帮我搞些山山美酒 这一路上口淡得很 谢上师 等等 你知道我是汉士 我以前在都城医馆当了伊犁 后来被赶出去了 使团我见多了 哎 匈奴使团下榻何处啊 西门外 啊 他们的铁技很威风吧 那是 一百八十级 看着就神人 你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吓唬他们 最好把他们吓唬山山都城 嘿嘿嘿嘿 土力 知道为什么在整个草原上只有狐狸 是狼唯一的朋友 因为狐狸 让狼成为整个草原所有生灵的敌人 杀几个汉狗 轻敌人 轻而易举 我要让山山人杀汉士 让他们跟汉人成为永久的敌人 这才是我们奉献给禅羽最好的礼物 王爷 还是你厉害 萨满不但赐予您伟大的神力 还赐予您伟大的智慧 王爷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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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匈奴铁骑 何时离开善善 他们不会是在等我们吧 三十六比一百八 一比四 不对 一比五 情势不妙啊 国书盟约未定 即使逃回去也没法交代 让山山王派兵保护咱们 郭大人你急糊涂了吧 他要是敢保卫咱们 早就签订盟约了 何至如此啊 那就赶紧走 贵汉 郭大人 你先别急行吗 不好了 不好了 大人 雄奴的铁骑全都会上来了 什么 好 嗯 雄奴的铁骑全都会上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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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